歡迎收聽千秋萬事 大家好今天是禮拜一喔 我是代班主持人謝安斌 那戲子王小姐 我也不知道要跑去哪 反正就是我就是來代班喔 那今天有很多新聞 比如說自由時報頭條 美國的M1A2T戰車 預計今年12月抵台 總指教官會在11月就返國了 明年2月就會換裝 那當然對台灣來說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提升 我們的戰車的作戰能力喔 因為過去我們的主力戰車 都還停留在105炮這種水準 然後大概都是相當於西方戰車 197 80年代左右的水準 所以我們已經落後時代很久了 所以這一次M1A2T來 當然它的裝甲這些相關強化 然後它的主炮也提升到120 這個西方的主流的口徑 那對作戰威力來講當然是有提升的 可是我也必須講就是 因為烏爾戰爭 這一次其實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就是傳統的這一些 這個主力戰車 在戰場上能夠發揮的效果 好像不如以往 不管是 東西方的戰車好像都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前蘇聯還有一直到 延續到俄羅斯的 他們這一種就是中型戰車的 然後大量製造 大量生產 用戰車還碾壓的這個狀況 好像在現代戰爭中 也不太容易用得出來 你看俄羅斯在戰場上 雖然擁有一定的裝甲優勢 可是並沒有非常明顯 那同樣的這個烏克蘭引進了西方的 包括英國的挑戰者 德國的鮑鮑二 然後美國的這個M1戰車 那結果在戰場上發揮的好像也普通 烏爾戰爭這次幾乎西方所有的主力戰車都有被擊毀的紀錄 那也就是說無人機的到來已經改變了整個戰場的作戰態勢 所以未來萬一台海之間也發生戰爭 那這個M1A2T到底能夠發揮到多少 其實也是目前還尚待評估 因為大家從歐物戰爭頭就可以看得出來 也就是主力戰車在缺乏其他相關保護之下 在無人機面前相對是非常脆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烏克蘭或是俄羅斯 在他們的戰車上面都加裝了一大堆阻絕這些無人機的這些相關的一些措施 那收效也有限 所以M1A2T我們接收了之後未來到底能發揮多少作用 這個真的很難講 那當然M1A2T之前就很多人質疑 它到底適不適合台灣 因為它是重戰車 那台灣很多道路恐怕根本就不適合它行動 那台灣你說要拿來打巷戰的話 除非你是把它當作一個固定碉堡 不然的話它在台灣這種狹小的道路 能夠行進的地方也非常有限 所以未來到底要如何運用 這個也要看國軍怎麼樣去處理 那不管如何至少我們已經200多億美金壓在老美那邊 現在終於有一些東西來 總是比較好一點 不會一直都是指紋樓梯想不見人下來 那當然我們希望台海之間最好不要有任何戰爭 可是總是要先做好準備 所以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那當然最近有一個四方領袖峰會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反對武力改變現狀 那當然直指的就是中國大陸 那就是反對他在東海南海這種進取式的這樣的一個態勢 那可是我也必須講就是 這一次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是用一種相對沒有那麼直接的方式去點名了北京 那可是這四國其實真的想法都一致嗎 好像也未必為什麼 因為你說日本當然是一路跟著美國走 澳洲大概也差不多 可是印度第一個就不一定了 印度向來是一個很有自己組建的一個國家 也就是他都是把自己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 所以他過去一直強調自己不結盟 不會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然後也在很多時候即使他先前答應了 後面也會走自己的路 所以印度是一個非常不確定的組成 那澳洲呢這幾年其實自從這個艾班尼斯上來之後 也緩和了他跟中國大陸之間的敵對狀態 因為他也覺得經濟還是要擺在第一位 所以大陸現在這邊也跟他開始了一些新的貿易的往來 所以在這種狀態下 你說這個美日印澳 這個四方領袖峰會 到底能夠發揮多少作用 特別是拜登已經現在就是看守期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那這個到底只是一個虛應應故事的官樣文章 還是真的能夠發揮實際作用 看起來各方對這個的期待不是很深 因為同樣跟拜登差不多了 也就是岸田大概也不會再續任 所以在你美日印澳 每日兩個領袖很快就要下台的狀況下 那印澳兩國又是比較不確定的狀態 所以這個會未來到底能夠發揮什麼效果 我想都需要很多的評估 那當然對台灣來說 我們是希望能夠盡量保持一個和平穩定的進展 可是真的有辦法做到這個狀態嗎 因為台灣現在不僅國際局勢堪憂 我們都知道俄羅斯最近才把台灣列為敵對 敵對國家或地區 嗯 台灣能夠被列入 我不知道這算是賴清德的政績嗎 因為你好死不死沒事去挑釁俄羅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對我們來講好像完全沒有任何好處 那我們也一直在提醒就是 雖然我們反對任何侵略行動 可是你很堅定的要去跟烏克蘭站隊 這個抉擇其實是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烏克蘭一直都是比較親大陸 他對台灣其實是非常的不友善 我們早就說了在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前 烏克蘭是完全導向大陸 不僅大陸很多軍事裝備技術都是烏克蘭提供的 而且他是堅定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完全不承認台灣的地位 那甚至連台灣的代表處都不讓我們設 過去我們去跟烏克蘭要交涉或是要去 要去烏克蘭旅遊幹嘛 都還要輾轉透過莫斯科這些地方才能去做 那相對來說 俄羅斯其實當時對我們是比較友善 甚至他還有所謂的友台小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當然台灣因為美國的關係 我們不可能直接對俄羅斯示好 可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去站在第一線去跟俄羅斯爭鋒相對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抉擇 那更不要說這次以色列這個BBCO攻擊事件 又把台灣拉上了火線 未來台灣會因為這件事情遭受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的政府滿腦袋想的就是 這是認知作戰 這個只要是認為這件事情跟台灣有可能有關係的 都是阿共那邊的認知作戰 千萬不可信 這政府怎麼會是這樣的心態呢 你好歹要先去向國際解釋吧 就是這件事情跟台灣無關 結果你不積極拿出證據來解釋 反而是先把所有質疑的聲浪全部打成認知作戰 那我就不知道BBCCNN一大堆的這些西方主流媒體 每一個都在懷疑台灣跟以色列之間 是不是有其他的合作關係的時候 那你要把他們全部都打成中共同路人嗎 這不是很怪嗎 所以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做 所以這一切在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講 可能會認為說你看世界看見台灣了 你看我們就堅定的跟友好國家站在一起 真的有嗎 烏克蘭一直到最近 他的外長還曾經強調過一個中國政策 人家就是很明顯沒有把台灣放在眼裡 那我就不知道我們這樣去做這些動作到底為的是什麼 我實在想不通 對台灣有任何好處嗎 完全沒有 因為人其實老實講 台灣對烏克蘭的資源他們也不在乎 我們實際上也不可能提供太多的援助 那他也不可能因為台灣的某一些援助 就改變對台灣的政策都沒有 大家也都知道未來烏克蘭如果想要重歸和平 大概中國大陸還會在裡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也就是烏克蘭不可能會選擇台灣的原因 那國際態勢就是如此明白了 那我們還要這樣明顯的選邊站 我就不知道這樣的意義到底為何 那被俄羅斯列為敵對國家地區很爽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這些都是可能會對台灣的商業也好 或是對未來的台灣海外的這些 不管是商務人士或是旅遊人士都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危險 那政府好像根本完全不去想到這些事情 那更不要說其實以色列這一次進行的根本就是一個國際恐怖攻擊行動 那我們現在被牽涉到其中 我們連譴責都不敢 就算你不點名以色列譴責 你至少要譴責一下恐怖攻擊行動 結果也沒有 所以 因為外界把你認為你是以色列的同盟 甚至你就是跟以色列合謀來做這個恐怖攻擊 這樣很奇怪嗎 如果你是外界人士你會怎麼看這件事 這不就是擺了名的這樣子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政府在做很多時候 決策的時候自己真的要去仔細想清楚 到底這會為台灣的未來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後果 那當然我也必須講 就是看起來賴清德根本沒有想什麼後果 他想的就是怎麼樣 把麻煩甩開 比如說聯合報的頭條 明年房租補貼預算新高 四年804億直逼色宅工程款 那蘭偉認為說住宅政策只剩大傻幣 因為這個很明顯的就是賴清德一開始說要建25萬戶社會住宅 說總社會住宅數要達到上百萬 結果他是第一個 他是把新建的社會住宅跟所謂的包租貸管全部都算進去 然後現在呢乾脆因為他自己也知道 要取得土地適當的地方去建社會住宅 還要建這麼多戶本身是極度困難的事情 蔡英文的時候20萬戶就跳票 到後來就亂湊數字把它湊上來 那賴清德自己也知道他在選舉的喊那個根本就胡說八道 根本不可能實現 所以他現在的目的非常簡單 就是我把這些租金補貼 我也算是社會住宅 他直接用這一招 就是直接把全民當白痴 只要我有補貼我就算是等於是社會住宅 就是用這種意思來代替 那我不知道你們接不接受 在我看來這根本就是一種欺騙 那可是當然民進黨的知責一定不會告訴你是這樣 他一定覺得賴清德好棒棒很有心 所以為年輕人只要想做到 實際上 上禮拜五這個第七波信貸限制領出來之後 台灣的風暴已經慢慢開始在中間醞釀 因為新清安已經幾乎等同死亡 很多人還在講說 那沒關係啊 他現在去限制這些豪宅貸款什麼 就是為了把額度留給新清安 你確定 你確定現在還剩多少額度 因為各銀行就是前一陣子一波大規模的放貸出去 現在幾乎各銀行都已經逼近他的放貸上限 因為他的放貸上限規定就是30% 基本上到2728%的時候 這個警報就開始響 所以各銀行都已經開始響起警報 所以他現在的額度大概只剩下1%2% 那請問一下還有多少人能夠帶得到 所以現在去貸款的人很多人都會發現一個狀況就是 銀行也不會告訴你他沒有錢帶給你 但是呢條件變得越來越嚴苛 然後時間拖得越來越長 甚至很多房地產專家已經提醒 你現在可能貸款你要拿 從買屋到交屋的時間到核貸下來的時間 你要抓5個月 將近半年的時間 你確定有辦法這樣等 有辦法這樣拖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但是 顯然 綠營跟綠營所控制的媒體 不希望你去談這個事情 希望大家都忘記這件事 反正只要記得 賴清德永遠都是德政 壞事全部都是其他在野長幹的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就看你自己怎麼想 那 聯合報的頭版下是 社福孤兒 社福孤兒 那 壓力太大 還是其他一些相關的問題 這個當然有醫學上的必須要去研究 但是更糟糕的就是 面臨現在這個狀況 我們有什麼樣的辦法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至少緩解這些家庭所面臨的壓力 這些都是政府要趕快去行動的東西 可是顯然 現在我們 就流於朝野互相內鬥的狀態 根本大家每天忙著鬥爭就夠 對這些真正福國利民的措施 大家好像都無心也沒空去管 那當然 現在大家就互相指責 你也可以看到 柯建民 就是把責任全部都推給在野黨 反正只要 在野黨 不同意民進黨的做法 就是毀先亂政 老柯已經把這個當作毀先亂政 當成口頭禪了 什麼東西都是毀先亂政 反正只有完全同意民進黨的做法 才叫輔國利民 不能有一絲一毫的不同意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民進黨的態度是這樣 那未來 台灣至少在賴清德執政這四年 是永無寧日 因為大家就不斷的互相鬥就好 正常的狀況下 一個身為少數執政的總統 應該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應該要趕快去跟在野黨聯繫 去找朱立倫找柯文哲 當然柯文哲現在被他關起來了 那去跟在野黨這些領袖 去拜會 爭取支持 然後 去跟這些立法院的在野黨的立委 打招呼 然後去告訴他 你每一個政策 為什麼要這樣執行 爭取他們的支持 那請問你看到賴清德做這件事嗎 完全沒有 這是史上第一位 上任到現在已經四個多月 完全沒打算拜會在野黨 也沒打算跟在野黨溝通 實際上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 立法院要回到協商 可是民進黨從來不協商 民進黨所謂的協商就是 你要照單全收 我要的你全部都要給我過 你不給我過 那就是大家來抗爭 反正到最後就算 在野黨立法 我也直接跟你視線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下去怎麼可能和諧呢 那對在野黨來說 如果我現在就讓你全部都通過 那立法院就形同虚色了 實際上立法院現在功能已經快要被大法官廢除了 因為很明顯的大法官已經愉悦了他的權力 直接指導立法院應該如何立法 這是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大法官還可以直接設下門檻 我第一次聽說有這麼離譜的事 這些大法官基本上他們自己做的判決就危險 這根本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但是這些大法官一個個還號稱法學素養高深的 全部就做出這麼荒唐的事情 然後還有人支持 還有人覺得他做的好 我真的覺得 這是不是連基本的法治概念都沒有 大法官只有視線權 你是負責解視線法 所以你可以告訴我哪一個核線哪一個違線 可是你不能告訴我應該怎麼立法 但是實際上 我們的大法官就是直接取代了立法院的功能 直接指示你如何立法 還連細項都寫出來 還設下了八道門檻 這簡直就是荒唐到極點 可是我們這些大法官就這麼幹 完全不演就這麼幹 所以未來台灣政治怎麼可能會平和 因為民進黨現在絕招是什麼 就是只要任何不合他意的東西 他不喜歡的法律 我就給你視線 視線完之後就直接叫大法官幫你封殺 封殺完之後大法官還直接指示 告訴你應該要怎麼立法 那以後全部都給你完就好了 不是嗎 因為立法院就完全上市功能了嘛 照理來講 立法就算以西方三權分立來說 行政立法司法應該是三權各自獨立的 各有各的權限 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行政司法合起來在搞立法 直接把立法權閹割掉 那還得了 所以 所以以後就 我覺得乾脆立法院解三權 照民進黨這種說法 因為民進黨立法委員的目的 存在的意義就是去幫行政院背書而已 他們完全不想監督 不就這樣嗎 那他們也不讓在野黨監督嘛 你在野黨只要一旦監督 我就把你退回去 要不然就是直接說你違憲 不然的話 這一次總預算案被退回 大家知道是為什麼原因嗎 是因為 那個原住民進法補償 上個會期 從每公頃三萬元 把補償金提高到六萬 然後結果立法都過囉 然後行政院邊都不邊 我就不邊這個預算怎麼樣 我就是不作為 你要怎樣 那如果你是立法院 你還有什麼選擇 當然別無選擇只能退回預算 因為這是法令都通過的事情 你居然不編 也就是現在行政院採取的態度是 只要我不喜歡的法 你就算定了我也不執行 就是這樣 那還得了 那以後立法院還有什麼用 因為我行政院就是不作為啊 好就算你立法院逼著 把總預算案退回來好了 我再申請釋憲 然後大法官再告訴你 不可以 你不可以退回預算 你一定要讓他過 然後再加上這些側翼 每一個都在那邊講說 你看你這樣會阻擋社福預算啊 你這樣子很多福國利民的政策都無法施行啊 你這樣會傷害到很多弱勢團體啊 鬼扯 我們的法令規定 就是如果超過了審核預算的期限 你以為就完全沒有任何預算 整個政府停擺 根本不是 我們的規定就是 如果到最後沒有辦法全部審核完預算 那就是按照上一年度的預算繼續執行 就是這樣子 所以民進黨就是打算這樣跟你幹啊 他明知道政府不會下當 其實這些公務人員的基本權益不會受損 該執行的東西還是會執行啊 他因為對他來說 很多東西是他根本不想編啊 所以大不了就是 大家於死往破 打到按照明年預算繼續編 繼續實施 那這是我們要的嗎 以後立法功能完全喪失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嗎 大家好好想一想 我們先進一家廣號 休息一下 大根飽滿 三天桂核甘的 宜蘭東山有機紅文帶開始訂購囉 台東梨山 白日水梨 台東梨煎大紅火龍果 台東太馬梨有機大木施加 還有刀手大樹 帝王八樂 珍珠八樂 好物 紫麥好水果 以及上好物市集 貨貨022362-168 市面上營養品琳琅滿目 看著人眼花缭亂 很多產品為了節省成本 不是主要成分不足 就是成分品質不足 真正成分足、品質高的實在不多 日食一善超高規格追求時效 每天一粒就夠 我自己吃也放心讓家人吃 我是趙趙康 我推薦高效保健品牌日食一善 每天有效保養 帶來由內而外的真正改變 請搜尋日食一善 或加入LINEID 小老鼠BC30由專人為您服務 新聞隨時聽 資訊隨時聽 30分鐘掌握世界 中廣新聞網 NewsRadio 千秋萬事進步笑談中 獅子王小姐千秋 跟您一起千秋 歡迎回到千秋萬事 代本主持人謝寒斌 那今天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2028目標 年產18萬架無人機 那美國商務部安排26家廠商抵台 尋找零附件廠商 業者稱不能只替美國軍火商代工 那現在一個可能發展的方向就是 可能我們跟美國技術合作 因為我們的中科院這些其實也有在研發相關的無人機 那特別是反輻射無人機 美方據說也很有興趣 所以呢雙方可能會採取一種 合作的模式 那當然如果只有台灣的話 市場本身就太小 不符合經濟效益 所以未來可能的一個做法 就是讓美國貼牌 也就是我們用美國的牌子 因為這樣可以行銷到全世界 因為台灣自己的無人機要出品 沒有那麼容易 那由美國在全世界幫我們行銷 如果能夠達到這種模式 當然相對不錯 可是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就是你一下子把目標定太高 因為你2028年的目標 然後就算年產18萬架 無人機 那到底能不能達到這樣的一個產能 那市場又在什麼地方 這些都需要去評估 那烏爾戰爭 其實 給我們的一個 啟示 就是無人機 在未來的戰爭裡頭 會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色 它可以節省很多的人力的損失 也可以 讓敵軍的進展變得非常緩慢 因為無人機第一個難以偵測 第二個它機動性非常的高 那當然它的缺點也很多 就是 無人機容易被干擾 那無人機 其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精確 很多情況下 它的使用也未必那麼好用 這一些在戰場上 都要不斷的逐漸去改進 那可是 美國其實也是從俄武戰爭 才發現自己無人機的方向 有點走錯路 什麼意思呢 就是過去美國的無人機運用 它都是用非常昂貴 非常精密高單價的這種無人機 然後在遠距離 針對目標做精準打擊 這是美國過去慣用的方式 在阿富汗戰爭也好 或是在這個 波斯灣的幾個大家小小的戰士 無人機專門負責去 狙殺這一個 一些恐怖組織的這些領袖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戰略目標 那可是到烏二戰場上之後 你會發現 沒那麼好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就是在戰場上 情況太多了 你這些大型的無人機 也容易被擊落 這個損失會很龐大 因為那個造價非常昂貴 那再來呢 就是美軍自己本來在用的這些所謂的彈簧刀啊 這些東西無人機 一開始 講得很厲害 然後結果丟給烏克蘭去 在烏二戰場上使用之後 很快就發現 它非常容易被干擾 一下子就喪失功能 因為俄羅斯一下子就抓到了它的問題 然後讓彈簧刀到後來 大概才幾個月的時間 在戰場上就幾乎失去效果 所以到 你會發現烏克蘭到後來就是 去 它寧願去買大江無人機 大陸的大江無人機 雖然它是商用的 但是它更便宜 更好用 而且 抗開那種能力 還比美國的彈簧刀強 這是非常 可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商規無人機居然 性能優 比這個 軍用無人機還要優越 這是很奇怪的地方 那烏克蘭現在就是在自己 不斷的製造無人機 據說它現在 每年產量可以高達100萬架以上 當然這是烏克蘭宣稱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 我就覺得一個在戰場上 證實不好用的東西 我們還跟美國買 這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 我們的 無人機 因為台灣畢竟沒有戰爭 我們的無人機到底 有沒有辦法經歷戰爭的 考驗 這個也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能夠提供 藉由美國提供給烏克蘭使用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也可以增加一些歷練 這個對台灣來講也是不錯的 那可是這樣子也會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台灣也介入烏爾戰爭 所以這中間有很多麻煩需要解決 那 老實講台灣在 無人機這一塊起步相對算晚 對岸我們都知道它 無人機已經發展非常久的時間 而且 而且它的很多這種便宜可耗損的無人機的性能是非常優越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真的要去仔細考量 我們當然一定要發展自己的無人機 可是 我們 是不是能夠精準的抓到真正可以生產的目標 而且未來在戰爭頭 或是在商務上面有用的目標 這是我們一定要趕快去處理 因為如果走錯方向 到時候整個要打掉重裂 那就麻煩大 所以這一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去克服的東西 那可是 看起來 這一些軍事上的東西好像 不是賴清德特別關切 賴清德比較關切的大概還是在 就是台灣內部的政壇局勢方面 那我們 可以看到 就是 賴清德前兩天有個新聞嘛 就是所謂的邱太元私言 他說 賴清德打了電話給 這個 彭啟明 好像邱太元的說法是說他罵他一頓 那後來彭啟明有講說不是 他只是來關心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也就是 請問一下 不管是哪個部長 他的支柱長官是誰 是行政院長 也就是卓中泰 為什麼會是總統自己打電話 不管是溝通也好還是幹掉也好 你打電話過去到底要幹什麼 這個很奇怪 然後你邱太元去 去宣布這個東西幹嘛 你想做什麼 你是故意要擺捧起民意道 還是怎麼樣 還是你看不慣什麼事情 非常奇特 我 雖然邱太元後來道歉 可是這到底在搞什麼鬼 我實在不知道 而且其實這件事情會發生在邱太元身上 我也覺得很怪 因為邱太元是 以在民進黨 他向來是以比較溫和 比較對人友善出名的 結果他居然會做這種事 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去讓人覺得說 民進黨政府到底在搞什麼鬼 他們現在就已經 才上任幾個月 內鬥就已經開始了嗎 大家已經開始在彼此看對方不順眼 還是如何 不然的話 這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非常詭異 然後 我必須說 當你一個內閣裡頭 看起來 很多東西 第一個只是賴清德的思想受受 第二個賴清德完全沒有在管 所謂的分層負責 所謂總統理論上來說 你能夠管的只有國防外交 那你直接打亂了整個制度的話 那未來大家到底要聽誰 是雙頭馬車嗎 還是 左龍太不過就是個傀儡 對 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 賴清德顯然就是一個完全不管制度的人 因為他從以前就有這個特色 他以前在台南市長的時候 可以為了 只是因為他跟李權就要槓上了 就死都不敬意 台南市議會 即使被監察院糾正彈和 也不管 到最後是因為登革日的時代 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才不得不進議會 那 那未來這種事情也可能會在 總統府上演 也就是 只要他高興 他也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什麼制度他全部不管 就是跟你硬幹到底 那 那請問一下這 那台灣能夠不亂嗎 而且是總統帶頭作亂 這還了得 所以我覺得 賴清德必須要去想想 你現在的角色不一樣 以前你在台南市 一個視野就算 現在是整個台灣 如果你還這樣幹的話 未來台灣會變怎麼樣 真的不知道 可是從賴清德去驗請民進黨的這些 立委 然後去跟他們 就是 就是 彥影參緒 然後告訴他們說 這個會期會很艱難 叫大家有心理準備 你就可以知道 賴清德根本一點 求和的打算都沒有 他根本不在乎亂 他就是要亂 他就是準備跟你在台南幹到底 其實 我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已經發現賴清德的個性 就是賴清德這種人 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不見棺材不掉類那種 他一定要跟你爭爭爭爭到底 爭到他發覺自己根本爭不贏 他已經完全被打趴了 這個時候他才願意聽話 他當時對蔡英文就是這樣 一開始躍躍欲試啊 一副要挑戰蔡英文的樣子 後來就講出了那個名言叫 蔡英文不要讓網軍再攻擊他 到最後就被蔡英文打趴 打趴了之後就乖了 就乖乖去當副手 然後言必尊蔡英文 就變成這樣子啊 所以賴清德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那 我覺得 在一檔必須要看清楚賴清德的個性 所以不要幻想賴清德會跟你妥協 除非你真的把賴清德按在地上摩擦 除非你做到這一點 不然賴清德不會跟你妥協 賴清德就是硬幹到底 所以面對這樣的態勢 在一檔也別無 別無選擇 你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跟他抗爭到底 像這次退回總運算案我覺得OK啊 那我剛才講過了 就是退回總運算案其實不會影響到 整個政府的運作 大不了到最後就是一切按照去年的預算邊的繼續走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既然 他們準備這樣抗爭 那大家就來 要抗爭就抗爭到底 所以我比較擔心的是 比如說像 這次這個大法官釋憲出來之後 居然有 國民黨的立委說 這次大法官終於傾聽到民意 完全沒有啊 真的不要傻啦 他哪有傾聽到任何民意 他表面上就要抗爭實際上等於是告訴你違憲 不就這樣嗎 那制定了這麼多門檻是根本不可能 讓你去判死刑啊 所以他哪有傾聽民意 他只是 我講比較那個一點 這些大法官其實就是一群 沒用的廢物 一點責任感都沒有 也不敢承擔 就繞著彎子 實際上 判核限 表面上判核限 實際上是判 等於是說他違憲 不就這樣嗎 只是他們不想擔違憲這個惡名而已 因為他們不敢去擔廢死這個責任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那這就是民進黨要的啊 他就他就認為大法官以後就是我的工具人了 我高興叫他們幹嘛就幹嘛 那面對這樣的態勢 就是如果再來黨還退縮 還以為說可以妥協 大家可以好好協商 那你就完全是在做夢 因為他沒有要跟你協商 他就準備跟你打到底 所以我覺得 不管國民黨也好民眾黨也好 一定要認清楚賴清德的真面目 他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對賴清德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用盡全力跟他杯葛到底 完全不要妥協 民進黨不想協商就不要協商 你們大家可以看到 老柯每一次都說 好我們大家不要再爭了 我們回來協商 然後一協商他在幹嘛 他不是他又是重新再把 所有的東西全部要按照民進黨的意思過 他沒有他完全沒有打算跟你協商 然後 只要一步如迷朗一 青鳥又要飛出來了 什麼又要來搞 就是這樣子啊 每次都在玩這種遊戲啊 然後他們也不管什麼法律判決啊 也不管什麼是非啊 全部都不管 反正就是動員了這些 綠油油啊 這些綠媒體啊 不斷的跟你在那邊煽動輿論 在亂帶風向 然後就給你死課到底 這就是民進黨 所以你如果沒有認清楚民進黨這種本質的話 那到最後就是在野被打趴 那在野只要一旦被打趴 那賴清德就是所有的東西都要照他的意見去做 他就是這樣的人 這個人沒有再跟你討價還價 所以 我覺得在野黨一定要認清楚這種情況 比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是 自由時報做了一個報導 叫做什麼美女插畫家 這個 反對 這個謝果良 認為一定要罷免他 理由是 這個還一開始還講的跟真的一樣 說啊當初動案商場的時候 我只覺得他是個強盜行為 所以呢 我當時還沒有想要說 要罷免他只是覺得他做的差 結果呢現在發覺他根本把基隆敗掉一半 不得不去罷免他 我講的一副好像他非常理性 非常客觀 是因為謝果良實在做的太爛他受不了 結果你知道這位美女插畫家是誰嗎 林佑昌的妹妹 你在跟我講什麼笑話 你在裝什麼中立啊 啊你就林佑昌的妹妹啊 你還用什麼美女插畫家 會不笑死人 自由時報你也想得出來 用這種招式騙過去 然後你說東岸商場是強盜行為 東岸商場可是法院 都判金融市政府勝訴 是怎樣 Net已經四連敗了耶 金融市政府四戰全勝啊 所以表示金融市政府當初 要收回東岸商場 的控制權的行為是完全合法的 那這些東西你們都當作不存在 然後 然後明明就是民進黨在背後撤動 要去罷免謝果良 結果裝了一副 喔根本沒有關係 都是民眾自動自發 不要騙人 真是把大家當白癡嗎 就是民進黨在背後搞的鬼啊 全部都一樣啊 當初大家記不記得要罷免韓國瑜的時候 也說什麼We Care高雄啊 我們只是關心高雄啊 什麼罷含四君子啊 視你個頭啦 這些人不是民進黨就是民進黨撤衣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 老實講我最看不起民進黨就是這一點 就是每一次明明就是民進黨在發動 然後硬要說是別人在發動 都是民意都跟他沒關係 像前一陣子不是又弄了一些東西南北社 搞了一些東西又是說民意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屁咧這些東西南北社全部都是民進黨撤衣 所以搞這種噁心的動作 就是民進黨最讓人看不起的地方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待會再聊 現在學會價337元 第四十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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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高人台灣都有員工 第四十八元 第四十五元 高度三心化的生活 你有好好與內心對話嗎 心還是可以帶動一切 是心帶動物質 是反過來 我們人當然我們都認為是有物質才有意識才有心 剛好是顛倒,是相反 千秋萬事,進入小團中 汽紙王小姐,千秋,跟你一起清 歡迎跟我們準備排現會段落 歡迎回到千秋萬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謝岸斌 剛剛有網友說我沒有加入記者協會 我為什麼要加入記者協會 那個記者協會,我跟你講只要在媒體人都知道 那個所謂的記者協會就是民進黨徹議組織 那個全台灣的記者都知道 只有說真的臉皮夠厚的人才會去加入這種組織 然後還自稱自己中立客觀 那個記者協會每一次出來都被大家罵得狗血淋頭 因為他根本沒資格代表記者 他當年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他居然自己沒有獲得任何人的授權 自己跑去跟學生談判 說學生有資格所有的記者要進立法院 需要由學生來檢查他的記者證 檢查他的身份 查驗過才能夠放記者進去 當時所有的記者全部反彈 你憑什麼 第一個 立法院是你學生開的 你憑什麼檢查記者證件 然後你這個莫名其妙的記者 憑什麼代表記者去跟學生達成這樣的協議 所以這些人基本上就是民進黨的側翼而已 根本不用理他 整個新聞界沒有人在理這個記者協會 就是他們自嗨 民進黨最厲害的本事就是成立一大堆這種側翼組織 藝文界團體也好 人權團體也好 環保團體也好 民進黨搞了一大堆這種東西 那實際上都是他們的側翼 目的就是 未來發生政治鬥爭的時候好用 好假裝我們是中立團體 我們只是為了人權為了什麼出來講話 鬼扯 這些人基本上就是走狗 就是一群走狗 就是這樣 那同樣的民進黨現在也正在把大法官走狗化 現在翁曉玲國民黨的立委 提說要提高這個大法官的判決門檻 從原先的現有總的過半數同意 改成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那柯建民就認為說 這就是政治操作 暴復性行為 侮辱及傷害大法官行使同意權 如果持續對立下去 會摧毀台灣的憲政體制 不是 我覺得柯建民你看 這種就是流氓嘴臉 就是正常情況下是什麼 就是你要提名 總統當然有權提名大法官 可是你提名的人選 應該是要符合社會期待 而不是只是你個人喜歡 不是這樣嗎 NCC委員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照理來說 立法院現在多數就是在野黨 那你要提 讓在野黨能夠接受的人嗎 你硬是要提你自己喜歡的人 然後在野黨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人 那請問一下到底是誰在挑起對立 不是嗎 很簡單啊 難道這個社會上相對客觀 對中立的人沒有嗎 你就一定要提色彩超級明顯 就是民進黨走狗的人 你才要提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在野黨一定要給你過 這不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嗎 但是民進黨不管啊 我就是這樣啊 他這次大法官提名也是一樣啊 我就是提一堆 擺明就是我民進黨的人 這些人就是民進黨工具人 我叫他幹嘛就幹嘛 然後你在野黨就是要給我吞下去 你不吞下去就是毀腺亂症 你柯建民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啊 老講柯建民的存在就是毀腺亂症 這個人從來不知道憲法是什麼東西 對他對民進黨來講 所謂的憲法只是鬥爭工具而已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居然好意思 當然我們都知道柯建民臉皮很厚 這個人反正也沒有什麼人格可言 他就是每天在胡說八道 什麼東西就給你扣個毀腺亂症的帽子 就是這樣子啊 那很簡單嘛 正常大法官你應該要提什麼人 要提一般公認他相對中立 沒有什麼特殊的意識形態或政黨色彩 通常是這樣不是嗎 然後他在法學素養上 他在法學時機上面 都有一定深厚的功底 這樣的人才比較適合當大法官不是嗎 可是不是民進黨不是啊 你看民進黨提的人 全部都是律友友 無一例外 他們過去監察委員會這樣提啊 NCC委員會這樣提啊 他沒在管啊 演都不演 然後呢 很多 大法官只當過律師 他們提名的人選只當過律師 甚至像姚立民這一種 連律師都沒當過 然後也拿不出什麼著作 整個 法學素養就是鴨鴨屋這一型的 然後他們也可以一樣照樣提名給你看 就是這樣 當然我我跟幾位 就是其他的這些 資深的評論員 我們是討論過認為 他提姚立民可能是故意要去給 在黨看 也許是這樣 不曉得 但是至少目前的態勢 民進黨就是要應過這些人 全部都就要硬是要把他過關 那這種東西在黨怎麼可能接受 你如果接受的話 以後就任人宰割嘛 以後什麼東西民進黨提示線 然後就全部大法官一次背書 不就這樣嗎 大法官就變成一堆橡皮圖章 而且這一次死刑事件 就已經誇張到直接指導立法 那未來國會調查權跟這個藐視國會罪 他們到時候會會指導成什麼樣子 我真的難以想像 如果你十月新的大法官上任人選 再向賴清德推薦的這一票人全上的話 那還了得 不是嗎 所以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柯建民如果 你擔心十月底以後 憲法法庭沒有辦法組成 因為有一批法官要卸任 大法官要卸任 那你們就提一個合適的人選啊 你們沒有辦法提中立的人選嗎 一定要提 只維護綠色政權的人嗎 這簡直莫名其妙啊 事實上台灣沒有中立的人就是 台灣沒有色彩不明顯的人 台灣一定只剩下非藍幾綠 就這樣嗎 不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現象 誰在毀先亂政 民進黨正在毀先亂政 而看起來他們會繼續這樣搞四年 那如果台灣民眾繼續支持民進黨 其實就是你在縱容民進黨毀先亂政 你正在傷害台灣民主 你正在讓台灣變成歸道 大家真的要好好想一想